紫禁城 六百年的历史 一百八十六万多件珍贵藏品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 故宫出版社 以宣传故宫文化 传播民族文化精粹为己任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戏 是传承中华文明的红篇巨著 被誉为纸上故宫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戏书法编清代卷 由北京出版集团与故宫出版社共同打造 这个项目最初是为了出版整个藏品制定的 主要的意义就是 它能够展示书法史 从有书法一直到青代末年 整个的一个脉络 还可以呢就展示这个整个书法艺术 在这个历史的墙头中的变化 北京出版集团 始终秉承崇尚价值 以文化人的出版理念 坚守主业 专注前行 出版了一大批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品出版物 是北京市出版领域的龙头企业 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和故宫书版社合作 书法大戏的出版是把书法这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 以指质出版物的方式呈现给管理者 也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 这也是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戏书法编清代卷 共计十五卷 图版清晰 校色严格 印制清凉 由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六位专家担任主编 两社精锐团队担纲编辑 历史五年 从数以万计的故宫藏清代传世书法作品中 临选出一千四百四十余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除诸多耳熟能详的著名书家外 首次集中呈现故宫藏清代帝后书法 以及近千位地方书家名品 书法大戏当中占的名头最多的 年代卷就是清代卷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戏书法编 共三十五卷 历史十余年编转而成 全面展示了中国书法史各个阶段的风貌 清代卷是其中的收官之作 收录作品数目之多 藏品之精 品质之高 堪称不可多得的中国书法史实物档案汇编 是中国书法学术及名家研究的珍贵资料 在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欧雄魅力》